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冠肺炎死亡比例最高的国家 原来哈姆国内也出现了死亡病例数的校正回归 数字非常的惊人 上调到18万人 成为我刚刚提到的全球人均染疫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了 原来密鲁的政府接受专家建议 扩大了染疫死亡的认定标准 除了确诊阳性的死亡病例之外 只要是临床上出现了新冠病毒症状 极可能确诊的病例 统统也加入死亡的数字当中 这让密鲁的死亡病例从6.9万人暴增超过18万人 这让密鲁成为了死亡染疫最高的国家 而现在在日本已经出现了印度的变种病毒肆虐 传染力更强 确诊数更是狂增了三倍 冲击到防疫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现在菅义委政府他们面临的情况是 风灾后的重建 还有疫情以及物资的缺乏 所以其实他们的紧急事态宣言 已经延后到6月20号了 第一个就是会冲击到的 就是东京奥运的举办 而现在他们也在发现了 因为印度的变种病毒株 导致他们现在日本的确诊人数是新增了三倍以上 所以现在东京奥运到底要不要继续举行 在日本国内的舆论是非常的不友善的 甚至也有人提出批评 现在日本政府菅义委 他根本心里想的就是面临很大的政治风险 去搏更大的未来 他们觉得菅义委丝毫没有打算停办 或者是延期东京奥运 除了先前我们提到的 可能会面临巨额的赔偿之外 还有很多的政治盘算吗 来看到其实他们也会认为说 如果继续举行东京奥运的话 对于下半年菅义委要参加的 一些相关的选举 众院的选举 如果成功举办 是一个大大的利多 可以巩固他的政权 甚至还有一个说法是 日本政府还在考虑 要让国内的民众入场来观赛吗 因为原本预计有9万名的参加者 7月份就要抵达东京了 但现在选手村的防疫 还有80%的接种疫苗的目标 能不能顺利达成呢 大家都在质疑日本政府 所以现在东奥是否能够成功举办 真的攸关自民党 接下来可不可以赢得秋季登场的 众议院大选 救护车出勤次数一天天增加 马来西亚单日确诊最高层破9000例 31号公布单日新增 6824例 确诊数连两天六字头 稍稍降温 累计确诊破57万 博物卫生总监诺西山警告 医生之后恐怕得取舍病人 要为康复机会较高的患者 优先提供ICU病床 马来西亚是一个总人口 大概在320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每天新增病例在八九千例 这个比例呢 其实是非常的惊人的 马来西亚一名少女 日前上传一段悼念父亲的影片 父亲因胃炎并发其他症状 住院期间病逝 但女儿自己刚好确诊 无法见爸爸最后一面 只能在病房谣记父亲 疫情之严峻 有当地华人认为 政府早该封城了 有些是很接受的 有些是希望两个快点关 如果再不关 这是会严重下去的 我感觉应该早就要红了 马来西亚从六月一号起 封城两个礼拜 首阶段会进行到六月十四 除了必要的经济跟服务领域 其他活动不得运作 如果情况有改善 才会逐步放宽 进入第二与第三阶段 如果被警察困到的话 才要直接罚款了 八点之后是不给出门 真的少之又少 封城前 槟城的一间超市门口 聚集了大批民众 赶着做最后采买 有很多民众是排着队 进行着抢购 包括粮油 包括米面 甚至还包括卫生纸 不过在沙拉越的超市 却发生民众 不戴口罩硬闯的事件 直接被工作人员扭打 拖出场外 而封城也对股市造成影响 富时大马 综合指数 五月三十一号 早盘最多一度下跌 百分之1.5 收盘跌幅收敛至 百分之零点六八 由于有许多 跨国半导体公司 和封测厂 都在大马设厂 外媒先前担忧 封城恐怕会对 以吃紧的金片荒 造成冲击 有一种声音就是说 马来西亚政府的防疫政策 始终是在这个 实施封锁 与保障经济之间 左右摇摆 两边都想兼顾 结果就是两边 实际上都没有做好 位在吉隆坡的国际贸易中心 被政府规划成 大型疫苗施打中心 希望接种数 能达到每天十五万剂 不少民众 敢在封城前一日来接种 治愈邻近的越南 则是力拼筛减量 胡志明市将对一千三百万居民 全面筛减 胡志明市还将进行 全民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 预计每日检测量将达到十万人 胡志明市一间教堂 发生违规群聚感染 至少有126例患者来自教会群聚 因此胡志明市展开 为期十五天的社交聚措施 这是胡志明市第二次进入社会隔离 根据本次胡志明市防疫规定 该市除学校医院工厂等 其他所有公共场所聚集人数不得超过五人 暂停非生活必需品必需服务 越南近期每日新增约一百至两百多例左右 累计确诊逼近三千例 而本土疫情会暴增 主要是出现了英国跟印度的 混种变异病毒所导致 这种变异毒株混合体非常危险 传播性更强 能在空气中迅速传播 这也进一步解释了越南多地短期内 确诊病例激增的原因 跟马来西亚类似 越南的科技业也对全球供应链 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混种病毒的出现恐让情况更糟 越南政府已向美国求救 希望拜登政府能帮越南采购 跟协助生产疫苗 TVBS新闻总和报导 而马来西亚从周二开始实施 为期两周的全国性的风全 早上开始吉东坡的主要交通药道 都有警察站岗来检查民众 是否携带证明可以外出的文件 而大马这坡的封城 民众连外出购物都在限制之内 只能在住家10公里内购物 而且除非是裁剪或者是就医 不然一辆车只能搭两个人 马来西亚吉隆坡所有的汽机车 经过这个路口 通通得停下来检查证件 因为6月1号凌晨12点起 马来西亚启动围棋两周的全国大封锁 一户人家只允许两个人 外出购物或是买药 而且范围要在住家10公里以内 私家车最多可以载两个人 除非是为了筛检或是就医 才能一车载三人 封城前夕大马政府成立大型疫苗接种中心 大批民众涌进 希望赶在封城前尽快接种获得保护力 大马卫生部总监诺西山 则在自己的脸书发布医院现况 大马的重症患者来到1200例 创新高ICU超负荷运转 他表示再这样下去 医生得取舍病人 选择生还率较高的患者进入ICU急救 此外因为大马封城 外媒也点出可能会影响全球半导体产业 因为该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封测基地之一 占了全球13%的封测份额 同时也是全球七大半导体出口中心之一 大马邻国新加坡收紧防疫措施两周后 疫情逐渐获得控制 总理林显龙表示 如果情况继续好转 有机会在6月13号放宽限制 并表示医护跟长者 40至44岁成人打完疫苗后 下一阶段的接种对象是学生 年满12岁的新加坡学子可以接种辉瑞疫苗 18岁以上则多了一个莫德纳可选择 新国要靠扩大施打率逐步控制疫情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现在英国和印度的变种病毒 入侵到日本 使得疫情更难降温了 刚刚提到日本政府 已经把紧急状态延长到6月20号 但日本一级也是非常的担心 变种病毒会导致重症 年轻化的现象快速的蔓延 比方说高龄患者会爆发 恐怕会无怨可助 而尤其英国的病毒之后 可能会有更高传染力的印度病毒 取而代之 医疗的资源恐怕会没有办法负荷 而因为疫情失去社交关系 感受巨大压力的年轻人 开始出现了滥用药物 成为日本新的社会问题 28号晚间 日本首相菅义伟再次在全国面前 正式发表紧急事态宣言延长 并向日本国民鞠躬致意 恳请众人理解配合 九大行政区解除日与冲绳 同步为6月20号 放映10个紧急行政区 不论是进一周然一数 或是病床使用率 仍高挂红色最高警戒 在两支变种病毒的夹攻中 菅义伟强调 经济状态非言不可 N50Y变种病毒可以说是大小通区 重症年轻化越来越明显 无慢性病的30多岁取诊者不在少数 日本疫苗虽然如火如荼失打 但青年族群落在最后接种顺序 年轻人渐渐成为日本疫情的不定时炸弹 日本政权多有老年人掌管 政府始终在自己的同温层对年轻人谈疫情 重要的防疫政策年轻人一问三不知 东京都近来调查15至39岁族群 发现紧急状态期间 非必要行程的外出者竟高达75% 外出原因已买东西最多 其次是散步运动 大多民众都不觉得自己的外出是不必要的 早期 Normal 我们的社交界は 中国人的经济刑所的途律 上的自在外出者数 市場合在途律造成的途律 一口 福利党在流行政策年轻人 game replaced 我們平均 教育部 高达625% 公開辞職地域 中心 集并職地域 波子 被动式的感受到城市紧张氛围 不少年轻人才恍然大悟 疫情汇停 被边缘化心态油然而生 又或是疫情长期化 爱玩好动的青年族群 失去缤纷生活 巨大压力跋山到处而来 使得日本药物过量问题日益严重 医疗团体统计发现 全日本十多岁的药物过量患者 用药种类因着疫情出现变化 市售成药的比例逐年增加 在疫情爆发的2020年 年轻人靠尘药忘忧现象快速恶化 去年一项针对高中生以下的调查显示 有两成多人一周内起过亲身或自残念头 相当四人中就有一人 而疫情期间 不论年龄 几乎人人背负防疫压力 青年巡短情况难以好转 没经历过的各种新冠情绪 年轻人的心理问题还需周围大人引导抒发 而日本政府也有所感受 除了命令地方单位扩大疫苗 施打族群 也正研议下修疫苗接种年龄 让更多年轻人尽早安心 重向群体生活 而现在疫情严峻 日本办东京奥运却是势在必行 现在更考虑要开放观众入场 独卖新闻就报道了 是有条件开放的 包括提出了一周内检验阴性的报告 或者是疫苗接种的证明 但是东京奥委会还在讨论细节 要等到六月份稍晚 才会对外公布细节 东京奥运倒数第一批奥运选手 周一晚间抵达日本抢头箱 23名澳洲女壘国家队队员 出发前也不断对自己喊话 日本搞不定疫情 运动员想出赛 除了维持体能 也得先做好心理建设 国际体操奥运资格赛 正在保加利亚举行选手争抢出席奥运的最后机会 疫情威胁下 东京奥运主办单位要求选手打完疫苗才能出赛 不过根据独卖新闻报道 日本现在考虑开放观众进场 前提示入场观众得先提出一周内的阴性检疫或疫苗接种证明 还会有什么附带条件将在六月讨论后公布 而日本人反东奥示威也没有停下 组织发起人认为 东奥筹委会和国际要会打 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停办东奥 根据日经新闻最新民调 日本有超过六成受访者赞成东奥取消或再延期 TVBS新闻中奥报道 而现在陆陆续续 世界各国都开始施打疫苗经济复苏也有望 来看到OECD公布的今年的最新经济成长率纷纷上修 首先看到的是全球已经上修到5.8% 美国有6.9% 欧远区是4.3% 日本是2.6% 而中国大陆最为亮眼了是8.5% 印度是9.9% 而且OECD也公布了一些新的看法 认为究竟为什么全球的经济成长率有望可以反弹呢 主要就是因为第一个施打疫苗 再来企业终于可以恢复运行了 还有美国接下来有大规模的财政刺激的措施 都会使得全球经济进入扩张期 还要关注到的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警告 在疫情之下 其实贫富的差距越来越显著了 其实各国因为穷人在疫情当中 可能因此失去工作的机会 收入锐渐而富人可以透过一些投资机会 反而可以在起起伏伏的金融市场里头 累积自己的资产 所以到底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准 要多久才会恢复呢 其实像是南美洲的阿根廷 还有南澳的西班牙等国需要三年 而美国比较快一些 可以用18个月来让经济重新重回正轨 但是中国大陆比较惊人的是 他们不到一年就已经恢复了 再来看到欧洲理事会也有最新的报道指出 在获得欧盟27个成员国通过认可之后 可以在6月份推动COVID-19复苏计划了 而欧洲的理事会目前的轮值主席 葡萄牙的总理科斯塔说 欧盟如今可以为欧洲的社会与经济复苏 取得必要的资金 会以欧盟的会员国之名 在资本市场进行借贷 所以要为复苏计划开始进行融资了 而欧盟是在去年7月制定这项复苏计划的 金额高达了7500亿欧元 希望可以针对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 重振欧洲从二战以来最低迷的景气 而刚刚提到的 疫情重创了西班牙和意大利是这笔资金的主要受益者 分别可以获得近7000亿的欧元 而世界上的贫富问题 在不同区域的美国移民也有出现不一样的声浪 而特别是 亚裔现在在美国社会还得面对病毒的歧视 但他们担心的不止这些 虽然亚裔的移民平均收入还有教育水平 在全美国是排名第一的 但是其实贫富差距非常的大 M型化的发展甚至超过了非议 大量的亚裔移民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所以受到疫情的冲击更大 结果因为平均数字反而是被美国社会所忽略的 12年前来到美国的缅甸裔移民女孩 现在是纽约皇后学院的学生 但她得靠打三份工加上学生补助才能维持学业 缅甸女孩的故事在亚裔当中其实不是特例 虽然亚裔是美国所有族群里面平均教育水准最高 收入也最多的一群 但如果仔细观察这些数字 却能从背后发现 隐藏了很严重的问题 光是亚裔族群收入高低差就将近三倍 其他不同亚裔族群的平均收入 也大多落在8.58万美元的平均数以下 贫富差距成为亚裔族群的严重问题 亚裔是美国人口成长最快速的族群 高达98%的亚裔人口 都是透过移民入境美国 大部分是借由政治庇护或是教育技术移民 这两种方式也左右了不同亚裔族群的命运 不少来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严重 亚裔族群受到语言还有教育程度的影响 通常只能从事较低阶的服务业 或是做一点小生意 收入不容易有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碰上了疫情做小生意 尤其受到打击 更拉大了亚裔之间的贫富差距 亚裔社群团体为此呼吁政府除了歧视 应该多关心弱势亚裔民众的就业 还有教育问题 不要因为平均数字 忽视这些在疫情当中 受到冲击最大的一群人 据毅烟新闻综合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在国商日调念活动 发表谈话 警告中国大陆俄罗斯的领导人 不会对于他们侵害人权的行为 袖手旁观 拜登说他跟习近平通了两个小时的电话 也针对了澳洲媒体批评纽西兰 问了中国大陆的利益背弃盟友 不过纽西兰是亲口否认这样的指控 说跟澳洲是最紧密的家人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出席 首场国商日悼念活动 针对人权问题发表谈话 矛头对准中国大陆 什么时候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 拜登没有讲明 但拜登要施压的 还有俄罗斯总统普琴 而身为五眼联盟成员之一的纽西兰 现在却被澳洲节目爆料 为了中国利益 不愿针对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 联合发表谴责声明 被质疑是抛弃传统盟友澳洲 节目更称纽西兰为纽西兰 纽澳领导人高峰会后 阿尔登陈琦没有背弃盟友 更强调澳洲为纽西兰最紧密的家人 澳洲总理也替纽西兰撑腰 两国总理在发表联合声明前 还互换求医 镜头前展现好友仪 破除谣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日前南韩领导人文在寅 到美国跟美国总统拜登 两人峰会过后 现在朝鲜半岛的情势更为紧张了 来看到的是 北韩的朝中社他们表示了 美韩共同宣布了 要废除飞弹的指南 他认为这是美国对朝鲜敌对的态度 非常的明显 还有可耻的言行不一 甚至是说 美国怎么对南北韩进行双标 究竟为什么北韩会这么生气呢 原来在峰会当中 两国已经取消南韩的 飞弹射程的限制 原本的限制是800公里 而且也有提到 除非相关的承诺 否则现在北韩非常的生气 如果说这个承诺没有变更的话 是没有拜金会的 而与此同时 不晓得是不是刻意的动作 也有国外的媒体拍到 在北韩的宁边核设施 最近又开始悄悄运作了 现在北韩飞弹又开始蠢蠢欲动 根据海联社报导 美国华府智库北纬38度 5月中拍到北韩宁边核武设施 包括放射化学实验室 以及维持其运转的活力发电厂 正持续运作的迹象 嫌见金正恩的核武试射 压根不打算收手 专家指出这恐怕是金正恩 对拜文会的回忆 也打了美韩联合声明 一个响亮的巴掌 美国南韩哥良好文在寅访美 见了拜登随后又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出席华府韩战纪念地破土典礼 美韩还宣誓要促成朝鲜半岛乌克化 听在金正恩耳里显得格外刺耳 你之前说 你会不会跟金正恩 北韩的领导 没有任何预计 是 那些预计 如果他有任何承认 我会跟他联合 如果有任何承认 我们会有任何承认 那承认是 有任何承认 他的预计 就与北韩官媒朝中社 在一篇评论中 批评拜文会告调 宣布废除飞弹指南 再加上美国屡次批准 飞弹指南修改案 北韩委屈解除 弹道重量限制还不够 现在又被拔除 射程射线门槛 朝中社抨击美国 对北韩政策一直在搞双标 说美国才是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主谋 拜登目前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尤其是对朝接触的问题上 更像这个特朗普 此前的历任总统所做的那样 那就是紧紧的通过韩国 拉着自己的盟友 在对朝进行接触 北韩引发的争议 现在又多了一桩 这群穿着制服 带着花圈的孤儿们 现在的身份是小同工 有的当矿工 有的到农田栽种 北韩依次出动国家机器 找孤儿当苦工 官美还一搭一唱 赞扬这些所谓的孩童志愿者 为党国牺牲奉献 郑州北韩外交部出面辟谣 官媒加入报导护航 说同工自愿劳动 是为了展现忠诚暴达党国 但北韩专家显然不这么认为 北韩最近大动作 量产学生书包 量产袜子 强调照顾人民福利 同时也扩大消股规模 展现防疫决心 北韩开始积极展开大内宣 巩固领导人声誉 维护党形象 金正恩染外之余 也积极安定国内声浪 TVBS新闻 最好报道 但您关注英国首相强生 31号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说 他希望即将召开的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峰会上 可以就新冠疫苗护照达成协议 并且开始讨论要订定 因应未来疫情的全球协定了 而G7峰会将会在6月11号到13号 在英国举行 强生认为必须依照 疫苗的护照 还有新冠肺炎的状态认证进行讨论 讨论之后 人与人之间的旅行 还有护照到底要如何运作 届时应该要取得相关的协议 而同一时间欧盟的委员会也提议 准许全面接种疫苗 满14天的欧盟民众 可以自由地在成员国之间往来 可以豁免检测或隔离 目前大约已经有一半的 欧盟的成年人口 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的新冠疫苗 而欧盟的成员上个月也批准了 疫苗的护照计划 预计在7月会正式开始启动 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 5月31号商定要加强世卫组织的功能 并且要充裕经费 以因应目前大流行的疫情 还有未来的公共危机 世卫的秘书长谭德赛 将世界卫生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 通过这项决议 比喻为是历史性的文件 他在闭幕的发言中也说 全世界需要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 世卫组织作为全球卫生结构的核心 如果没有永续的经费来源 世卫组织的功能没有办法强化 而同一天WHO也宣布 目前将以希腊字母取代 目前已经出现的四种新冠病毒的变异株 所以WHO的命名如下 像是英国的肯特变种病毒是Alpha 那么南非的变种病毒是Beta 巴西是Gamma 印度是Delta 以免外界污名化这些变种病毒出现的区域 而加拿大过去曾经实施过文化面诀的政策和历史 最新的调查报告出炉了 加拿大一所寄宿学校的弟弟 居然埋了多达215具的酮尸 而加拿大过去是为了童话原住民 强迫这些原住民学生读寄宿学校 但是有很多学生都被虐待致死 直接就地掩埋 加拿大压迫少数族群黑力 使最新调查报告出炉震惊隔界 加拿大原住民组织表示 他们在一间伊迪安技术学校地底 透过雷达探测 发现了超过200具儿童事故 CNN报道 加拿大有约百间技术学校 原本是天主教经营 后来政府接手 这些技术学校是在1890到1996年间运作 目的是用来强制童话原住民 只是很多学生被迫入学后 就再也回不了家 更惨的是这些学生还会被虐待 暴力甚至性侵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表示 这是加拿大历史上黑暗可耻的过去 加拿大政府也将半期致哀 民众也为孩子盖了纪念碑 摆了215双鞋子在阶梯上 希望他们得到安息 提别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美国7天平均的新增确减数 已经少于1.9万人 疫情慢慢的得到控制 在华府的史密森林博物馆 最近也重启 但是管方还是要维持 过去可以入馆人数的25% 也就是四分之一 民众要索取现实的门票 才可以免费入场 天气变好 疫情也好转 美国民众经过15个月的疫情 终于也可以感受到 正常生活的状态 华府史密森林博物馆群 随着疫情好坏 开开关关 终于从5月开始 陆续有限度的开放 到8月 所有史密森林博物馆 将全部重新欢迎游客 博物馆分阶段重开 以美国历史博物馆为例 目前一星期开放5天 入场人数维持在 以往的25% 虽然过去一年多 博物馆因为疫情 无法对外开放 但收集美国历史 相关文物的工作 没停过 去年夏天 街头平权抗争的标语 已经是美国历史博物馆 馆藏一部分 另外还有美国施打的 第一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瓶 以及第一位接种护士的 疫苗记录卡 流行文化是美国历史博物馆 重要的一部分 1939年电影绿叶先宗 主角陶勒斯脚上的红宝石鞋 有独立展区 现在还能看到电影 《疯狂亚洲富豪》里 主角吴天敏出席婚礼时 穿的蓝色礼服 疫情爆发到现在 美国的累积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 仍然是全球第一 现在美国民众终于能抛开 过去一年的负面情绪 重新过日子 TVB 毕业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而不只是美国 欧洲现在也逐步解封了 各类的赛事活动 都可以如期举办 像在德国 过去几周的新冠病例 都是明显下滑 所以很多民众爱去的 露天啤酒花园 已经出现人潮 不过让球迷们最为兴奋的 是去年因为疫情 延期的法网公开赛 今年终于顺利开打了 把握机会拍完照 再速速把口罩带回去 巴黎知名的罗兰加洛斯球场 在周日聚集了大批球迷 因为今年的红土赛事 法国网球公开赛 如其开打了 尽管根据规定 观众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并出示阴性核酸检测结果 或者是疫苗证明 但每一天开放入场的人数 已经从去年的一千人 大幅增加到近三分之一 熔克率的五千四百人 上座观赛 由于周末温度 比进设施二十度 一顶遮扬的帽子 成了不少观众必备的配件 反观去年的大满贯赛事 因为疫情延后到九月底才举行 球迷们不是穿着风衣 就是带把雨伞前来 但由于目前法国 仍有晚间九点的宵禁限制 因此夜间赛事将在空无一人的体育场内进行 而让球迷们期待的是 从六月九号开始 随着法国防疫限制松绑 单日观赛人数又能再放宽 大幅增加到一万三千人 同一个周末 位在巴黎十二区的雅膏酒店体育馆 也出现常常排队人楼 他们是为了参加自疫情爆发以来 法国第一场经过许可举办的大型演唱会 从知名DJ到巴黎年代摇滚乐团 轮番在台上演出 不过焦点全在现场 五千位粉丝身上 因为这跟近期在英国西班牙荷兰 办过的实验演唱会一样 想看看居如此类的大型活动 未来可不可行 而虽然是免费入场 但总共得做三次快筛 演唱会前两次 看完演唱会后再做一次 但为了降低风险 携帮这场活动的巴黎公家医院 只允许18到45岁 无慢心病时的民众入场 至于在同样逐步解封的德国 民众也开始能出外找点乐子 特别是这种在德国供应啤酒饮料 美食的露天啤酒花园 引来不少人潮 加上气温逐渐变暖 民众在漫步湖边骑骑单车后 一杯冰凉啤酒下肚毫不上快 但同样必须经过实名制 以及健康检测 才能到开放座位去用餐 特别是过去几周 德国新冠疫情趋缓 最近一周新增3800多个确诊力 比前一周大幅减少了2800多例 而德国早从5月中开始 以逐步放宽宵禁购物限制 并开放户外用餐 在疫苗施打 严格封城的双重效果下 欧洲民众正逐渐迈向自由 却仍保持谨慎步步为宜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到法国网球公开散 疫情下交样开打 瑞士天王费得了 睽違一年半再战红土 最后是轻松晋级了第二轮 不过女单世界排名第二的大阪直美 她拒绝参加赛后的记者会 而被罚款 她更直接宣布要退赛 她说不参加记者会的理由是 饱受忧郁症所苦 希望外界可以关注运动员的心理健康 对上从会外赛晋级的 乌斯别克好手伊斯托明 瑞士天王费得乐只花了一个半小时 就以3比0横扫对手 轻松晋级发往第二轮 费得乐相隔一年半再战红土 下一场则会对上前美网冠军 克罗埃西亚的西里奇 但是在赛后记者会上被问到 是否在为瑞士队披战袍 征战东京奥运 废坝似乎还在考虑 南单首轮赛况没有意外 倒是女单这一边 日本网球好手大阪直美 在拒绝参加赛后记者会 被罚款了1万5千美元后 又抛出了震撼决定 要就此退赛 大阪直美在推特上宣布退赛消息 还说这是对他个人及大会最好的决定 能够把焦点重新放回到网球上 大阪还自曝从2018年美网夺冠后 就饱受忧郁症所苦 这几天来就觉得自己状态不佳 一篇长文吐露心路历程 让大前辈小薇好心疼 大阪直美只打了一场就宣布退赛 他说希望国际网台能够与时俱进 多多关心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状态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也要多多关心家中的青少年 是不是在进行危险的抖音挑战 来看到这款火焰挑战 就是在镜子上面点火 虽然好多年轻人模仿 没想到美国一位13岁的青少女 在家里头玩 失手了 造成了严重的烧伤 甚至必须动气且手术 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这是抖音平台上流行的火焰挑战 在镜头前点火 这样的画面的确挺有视觉效果 只是美国一名13岁青少女 原本想模仿网红 在镜子上点火 结果严重烧伤 现在还在加护病房治疗中 事情发生在奥勒冈州 女孩在浴室的镜子点火 结果烧到自己身上 女孩随后被家人送医急救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上半生三级烧伤 不只动了气切手术 手臂和脖子也需要直皮 消防员也说 这种挑战太危险 尤其如果皮肤不小心着火 几秒钟就会烧起来 但还是有不少年轻人继续模仿 这可能是一种最危险的事情 我曾经看到有人在生活 你能够弄破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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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弄破坏了吗 因为他们能够弄破坏的状态 也能够弄破坏了 抖音上的火焰挑战 新引无数青少年跟风 却也持续发生意外 受害者家属呼吁大家多注意 希望年轻人的一时兴起 不要造成难以挽回的悲剧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今年大陆流行选秀 出现了非典型的唱跳团体 熊猫堂 因为他们五名成员 平均年龄27岁 而平均体重是100公斤 号称是大陆第一个 大尺码的男团 希望可以打破演艺圈的 科反印象 和神美观 五名男子边跳边唱 不断变换队形 他们是来自大陆北京的男子团体 熊猫堂由陈鼎鼎 崔云峰 七哈 石器君和卡斯组成 2019年参加培训 2020年7月正式出道 五个人平均年龄27.6岁 平均体重100公斤 不像其他男子偶像 主打小鲜肉 花美男 他们走的是实在路线 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140斤了 就是没有瘦过 我这个阶段已经算是我人生中 比较瘦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有个减肥的计划 但是都是阶段性的 就是减一天休三天这种 团员七哈大方承认 自己就是瘦不下来 放饭的时候 五个人聚在一起没在客气 便当小菜通通往嘴里塞 我现在很享受我现在 这种大马男团的感觉 因为我们团只要出去 就是比如剧组的盒饭 都吃好几盒 然后随便敞开来吃 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忌口 我就觉得看到那些 就是那个小鲜肉男团 可能就是为了身材管理 这不能吃那不能吃 很可怜 老坎自己是中国大陆 第一个大石码男团 说猫堂希望借由这个称号 打破演艺圈 刻板印象和审美观 他们之前参加青春选秀节目 还被网友嘲笑 现在选秀标准都这么低了吗 标准男团可能就是小教授 很多人喜欢开小教授 它就很方便或怎么样 就很小巧 那我们可能就是SUV 然后我们可以 然后也是应和了 疫情人的需求嘛 我比较担心的就是 最后我们成为了 时尚的就是引领者 很多大马的这种男团 都出来了 我们就会有一些竞争了 学猫堂五位成员出道前 担任过大石码摩托尔 客服 工人 驻唱歌手等等 团体定位唱跳男团 唱歌舞蹈 全都经过严格训练 他们花了一年时间 用实力证明 大石码不输小鲜肉 审美标准各国不同 青菜萝卜各有喜好 日本男性向来被视为 比较注重形象 就算只是素人 也要定期整理 去年疫情期间 男性美容月业绩 竟然上升了25% 原来因为居家上班 需要开视讯会议 上班族男性 不希望自己看起来邋遢 日本甚至有美妆品牌 推出全系列男性专属产品 还规划出男性专区 服务爱面子的男子汉 疫情期间 日本女性化妆品业绩下降 男性保养品反而逆势上升 成为新的蓝海市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